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宁哲 大家的商务 好 我们又见面了 司马迁说 究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成以家之言 你看这个顺序是 究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 但是我是先讲通古今之变 再讲究天人之计 为什么呢 是因为究天人之计恐怕就比较难以理解 尤其是中国人 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 会比较难以理解讲天人之计 所以我把它放在后面 但是这一讲非常重要 这两个讲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重要在于 我其实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新的这样一种角度 或者新的这样一种观念 通古今之变讲的是历史观 我上次给大家讲了 其实那个历史观实际上是对现有主流的历史观的一种颠覆 那么我现在讲的这个究天人之计也是如此 其实是对现有的认识论的一种颠覆 那么我们现在在中国主流的 或甚至在我们脑子里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认识论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稍微解一下这个究天之计 这个天是什么 人是什么 天之计是什么 那么天呢 简单讲就是神 但是这个一上来可能大家就 就有点晕了 说天就是神 因为我们很少谈到这个神 先把他放那边 那么人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都是人 这是很清楚的 经验的 肉体的 当然也有包括理性的 那么人是很清楚的 那么关键是天人之计 这个计就是边界的意思 天人之计就是人神边界 这个是比较清楚的这样一种解释 那么司马迁讲究天人之计 就是探究天人之计 是吧 比较清楚 就是探究人神的边界在哪 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这个 那么还是先讲这几个概念 一个是经验 一个是理性 理性不及 因为这是最讲的不标题 那么这个完全可以是西方的概念 我可以来对应 那么其实西方哲学一直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太关注 那么尤其是像近代 像康德 黑格尔这些人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人能认识世界吗 那么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是说 人一定能认识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是困扰西方哲学家很长时间 实际上一直到现在都是困扰他们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呢 是因为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说那么这个世界 那么比如有个物体 比如这个话筒 那么它是一个实在的物体 或者叫物自体 或者叫一个自在之物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是这么一个东西 那我能认识它吗 那么我是什么 我是一个人 我怎么认识它了 我是有我的感官 我们人一般是有五官的 那么其实我们会想 那么我们的认识上是受我们的感官的局限的 那么其实我看到它并不是它本身是它的这样一种物体 那么作用到我感官上让我感觉的这个东西 我并不是完全能把握它 只是它刺激了我的感官 它是什么颜色 那么它的温度 那么它的触觉是什么样的 那么它的坚固度是什么样的 那么所有这些呢 其实只是它的表象 那么而人的这种感官 它是五官 大家知道其实如果一个机器人 它感应器多的话 它会有更多的更敏感的那种感受 那么我们想过没想过 那么我们只有五个感官实际上是有局限性的呢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康德他就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提出来 他说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表象世界 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实在的物质世界 那么有个物质世界 反映出来的这样一些信号 这些信号让我们感官接受到看到的是表象世界 那么我们人永远不可能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的 但我们知道这个表象世界是什么的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康德所坚持的是一个不可知论 就是人不可能完全知道宇宙或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实物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当然了到了后来黑格尔跟他是不一样的 黑格尔其实往后走跟马克思很类似 就是坚信人是完全能认识的 那么当然他是通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独立的认识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 这是西方哲学一直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跳到这个黑格 大家知道黑格是一个经济学家 他主张经济自由主义 那么他强调的是所谓自发的秩序等等等等 当然大家知道黑格这个人很有意思 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两个兴趣 一个兴趣是经济学 还有一个兴趣是心理学 所以他一直在犹豫 但是最后可能经济学的兴趣稍微地强了一些 然后他走到经济学这个领域 他发表了很多文章 有很多的创建 很多的贡献 他在经济学领域他就非常著名 当然他非常鲜明地强调经济自由主义 这是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兴趣一直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思考 他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一个东西叫做感觉的秩序 那么到了三十年以后可能又经过了长期的这种思考 最后中医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文告 那么最后以感觉的秩序来发表 当然这个英文叫The Sincere Order 那么应该强调的是这本书没有中文 大家知道哈耶克其实几乎所有的书都有中文 但是这本书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心理学著作 那么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他的心理学著作 虽然心理著作 其实他继承的是欧洲哲学那种传统 那么他其实一直一开始就承认这一点 就是其实这个物质的世界 那么他摆在那里面 那么他可能有他的秩序 那么我们呢 其实是不能知道 这个什么东西真正是什么 我们只能知道一个东西跟另一个东西的区别 那么就根据我们感官对他的这样一种 这个物体的或这个事物的 他发出的信号 那么形成的这样一些我们的感受 那么最后形成了我们所谓的感觉的秩序 这个秩序呢 我们这个秩序呢 跟他这个物质世界的秩序呢 是同构的 就是很类似有对应 但是不是完全能够把握住那个物质世界 所以他讲的一点就是说 感觉秩序只是物质秩序的一部分 我们能够大致区别甲和乙是不同的 那么甚至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不能真正知道甲和乙到底是什么 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其实他这个表注呢 也是说我们其实不能完全认识这个世界 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 我们对是什么是不感兴趣的 其实我们放弃了 就是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而只对服从同一秩序的某类事物 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感兴趣 就是刚才我讲的问题 就是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我们的人类理性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当然到后来就是说 这个经济学其实后来在发展 那么经济学 这个一开始有个假设 就是它的假设就是从人生来讲 就是理性无限的 就是人是完全理性的 那么信息的成本是非常非常低 信息成本基本就是零 那么当然到了后来 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以后 包括像西蒙等等这些人 那么他们就提出 其实理性是有限的 那么这个其实是 非常符合我们经验的 其实我们知道 人就是一个有限的存在 大家要明白这一点 人就是有限的存在 就是我们寿命有限 那么我们的精力有限 我们的注意力有限 我们的理性也有限 都是有限的 那么即使你可能很聪明 你记忆得很好 那么甚至你很长寿 但是你就能有限 这有限和无限有非常重要的区别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 那么刚才讲海克这种看法 那么这种看法呢 是和他在经济学上的那种主张非常有关 因为海克在经济学上强调的那种自发的秩序 强调的是对自发秩序的那种遵从 那么他的前提就是 人类他的理性有限 他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信息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只能去尊重这种自发的秩序 那么所以说 他的认识论 其实是和他的经济学的主张是一致的 反过来说 就是他这种认识 才会导致海克这样一种 这个经济学的认识 否则的话 如果理性无限 我们人类能够把握所有的相关信息 而进行非常有效的理性处理的话 那么中央计划就能成立 那么他之所以说 他从哲学上否定计划经济 其实就从认识论上 复理的计划经济 就是我们人类的理性 不能把握这么复杂的体系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呢 就是我们在讲经验的这个概念 那么经验呢 其实这是这个 应该说是这个 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最初级阶段 而且这个呢 是不需要强调 我们跟我们互动的一个物体 或者跟我互动其他人 它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只知道 我们给出一个输入 他会给我一个输出 那么我知道这个就够了 比如说我种了一个种子 它会发芽 我跟别人去交往 那么我今天跟他打架 明天他可能要报复我 但我今天要跟他和好 明天他可能也是对我是一个和善的态度 其实这是很简单 那么这个呢 是人的基本的 基本的精神活动的一个层面 这个层面对理性要求并不很高 但是它包含了人的脑的结构 包括对这个经验的基本处理 当然这个涉及到更复杂的理论 包括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等讲 那么其实人脑 再稍微讲一讲 人脑它先天是有结构的 那么只有有这样的结构 才能接收外界事物给我们的刺激 那么假如不是人脑这个结构 它就接收不了 它也不能进行理性处理 所以人脑是一个先天存在的 可以进行理性处理的这样一种机制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能特别理解一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计算机 大家知道这个计算机 其实你买的计算机 它肯定有硬件系统的 是吧 那么信件系统不同 那么它会处理的速度啊 可能功能都不同了 所以我们人脑就能理解 就是它绝不是一个一张白纸 它是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康德讲究有先天综合判断能力的 这么一个东西 你要没有人脑是不行的 那么当然它有个最基础的判断 就包括对经验的判断 对经验判断可以是非常直观的 非常简单的 甚至是无意识的 所以这是经验 那么这个经验 我上次也讲过 所以习惯就是经验形成的 那么这个东西是看来是很基础的 但是它是人们进行进一步的理性思维的 它的这样一个材料 你没有经验 你灌过这个人脑不行 就因为我们灌过计算机 但是我们不往里输入东西 那么什么也不能计算 什么也不能操作 是吧 那只是一个计算机而已 那么到底是一样的 那么所以这是经验 它很基础 但是它在人的认识中非常重要 而且经验还包含了一点 就是大家虽然是无意识地进行互动的 比如我上节课讲的那些习惯 早期人类的那种互动 那么很多都是无意识的 但是它无意识过程中 经过多次的重复博弈 那么大家就会形成某种 大家认为应该一种恰当地互相对待的那种规则 那么中国古代叫做礼仪 后来我们叫做习惯 那么进一步就是理性 理性就是对经验才而进行深入的思考分析 提炼总结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说 它能发现这些经验中的某些更基本的规则 它的好处就是我能发现规则 第一 我能把这样一种经验提炼的规则 能把它一般化 能把它推广 那么第二呢 我还可以运用这样一种规则 去对待新的问题 所以这个理性也是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最关键是要讲理性不及 根据前面这个说法就是说 那么人能够认识世界吗 那么康德的回答 我认为是对的 就是其实我们不能完全把握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只能认识那个表象 那个真实东西认识不了 那么包括我后来讲的这种人的理性有限 人的这种有限存在这样一种决定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必定有一些东西我们认识不到 这是必定的 那么包括像哈埃克说的自发的秩序 他在说自发的秩序的时候 其实他在说一些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在这点我们强调的是理性不及的一点 理性不及在哈埃克的自作中是非常多的 大家想理解哈埃克 要理解哈埃克的那个认识论 要理解理性不及 就是我们有些东西是认识不了的 不仅是我们现在认识不了的 是我们永远认识不了的 我们永远有一个上限 就是永远有一个有限的边界 不管你往外扩展到 你说我们的科学在发展等等 没问题 但是仍然是有限的 这是一个哲学上的看法 一个认识论的看法 所以这三个概念就是经验理性与理性不及 把这个介绍一下呢 其他我就可以再稍微讲一讲 那么在今天中国的文化语境下呢 就是谈到神便是玄 所以就是 我一说神 大家就觉得 哎呀 这怎么那么玄 但是我把这个神作为我的定义 我这个定义就是广义而言 神是人对自己有限性的理解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你既然不能完全地认识和把握这个宇宙的话 那么在你认识和把握之外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呢 你只要知道你是有限的 你不是完全能把握的 你说我们都上了月球了 那么我们都上了火星了 那再往远处土星上面上 你说我土星也上了 什么天王星 海星等等 没关系 我们太阳系之外呢 就是其实这个宇宙是无限的 就是你可以任意去说 所以就是说 其实在这里这个神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神不是基督也好啊 或者安拉也好等等 都不是啊 我讲的就是非常广义 就是人对自己有限性的理解 那么只要我承认我理性是有限的 我整个人是有限的 整个人类是有限的 那么我们说就是 那么这个有限性呢 我这里讲 这个人呢就是一个三维半的生物 什么叫三维半呢 就是空间三维 半是什么 时间 我们肯定不是长生不老的 所以我说是半 就是时间维度 你是有 但是半 叫三维半生物 言个这样呢 这是一个 也甚至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 其实我说就是两维半 为什么呢 人是个两维动 模种一下来讲 从什么角度去看啊 你看那蚂蚁 蚂蚁是两维的 但是如果你在地球的上空 有个上帝在属世下来的话 我们是在地面上走 我们这是两维的 你顶多爬上山 那个山也不是很高 看什么维度来看这件事情 你说我现在已经飞到了 泰文系的边缘了 那是不是就三维了 就可以再说 总而言之就是说 大家要知道 人是一个有限维度的生物 那么大家要想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一直说 两维动物是不能理解三维空间的 那么你想我们这种三维半的动物 能不能理解四维空间五维空间 我们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现在物理学其实 它有很多讨论讨论到这儿 就是它如果去解释那些问题 比如说广义相对论那些问题 那么它可以把这个空间控制到四维五维 它就把它解了 那么是不是就有四维五维 我们知道不知道 是吧 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问题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 那么如果我们说两维动物是不能理解三维空间的 三维动物不能理解四维空间 四维动物不能理解五维空间 所以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我们可以去推想这件事情 是吧 我们有东西是看不到的 那么所以呢 就是理性不济 理性不济是它最根本的维度不够 维度是不够的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讲一些理性不济的实例 其实人现在所有理性的成功都是对简单系统的成功 大家说天体物理很了不起 那个天体物理 尤其是像什么牛顿 开普多定律 那都是简单系统 大家来看都是简单系统 那么复杂系统其实到现在为止 人没有真正能够参透和把握 比如人体 再比如像经济系统 就是个复杂系统 其实也很难做到 我现在就经常会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如此复杂 我们人类有能力去理解 这叫理性不济的这种态度 所以在这里还讲这个神的概念 大家理解我这个神的概念 不是玄而又玄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后面讨论的时候 大家有问题再问这个问题 那么所谓神就可以被理解为 在人的理性范围之外的全部信息 那么当然可以叫做 全知全能至善之美 是吧 人是有限的 但是呢 人的有限之外是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给一个概念叫神 那么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呢 就发展出神的概念 这其实都有 那么各种原始文化中都是有的 神 当然它可能是很多 万物有灵等等 那么就有很多东西 那么走进时代以后呢 出现所谓高级宗教和高级文化传统 那么就有神的概念 那么当然说像西方式的宗教 我讲的像 就是伊士顿的那种宗教 像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坦教 这是比较典型的西方式宗教 那么他们肯定有神 而且呢 像基督教是有人格式的 大家知道有基督 大家都看到基督 我们要去以色列的话 看到那个基督受难 背着十字架 那么基督实际上在这个历史中 就是有记载 确实有这样一个人 那么当然后来 甚至他是以色列的王 那么当然后来在这种犹太 在这个基督教里 他不断被提升 他一开始被认为是先知 就是上帝派我来 神派我来告诉大家 到后来就升得为神 所以在基督教里 基督就是神 现在讲三位一体 圣父 圣子 圣灵 基督是圣子 但是他三位一体 那么他就是神 而且这个是能看到形象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像佛教 大家看有佛像 但是佛像 这也可以似乎认为 也是个人格神 但是佛教讲的那个佛 其实不是释迦牟尼 他讲的是一个观念 而且佛教是不要求 或者不允许信徒去崇拜神的这个像 但是后来其实是这个规矩破掉了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看到庙里有佛像 就是很多的 那么当然还是像伊萨叫做人之作有 那么 那么 关键是中国 是吧 中国 中国有没有神呢 那么 我们讲 道家有道 儒家有天 是吧 那么这是儒和道的最高的概念 那么也可以连着说叫天道 那么这个 这个概念 就是它不是人格神的概念 它没有 你没有看见什么形象 天是长什么样 是吧 没有 那么这个 等等等等 它没有那个人格神的那个形象 那么当然 比如说道教有什么 这个什么 玉皇大帝啊 台上草君啊等等那些东西 对对对 但是它 它其实 那是这个 在我看来不是那个道家正宗的 那个最高神 是吧 要讲道德经 是吧 它这个道教和道家还是有点区别 那么关键是这个儒家 他孔子肯定不是神 大家知道孔子不是神 是吧 这个所以 所以呢就是 儒家最高的那个东西 是天或天道 那么但是这个天道呢 它虽然没有形象 但它却有类似人的意志 这是这个 公养学讲的 这个蒋庆说过这个话 叫 这个天具有隐形的人格 是一种能表达意志的天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上天震怒 是吧 降下灾疫 就是在董忠书那会儿 就是有这个天音 天人感应说 那么上天可以震怒 它有感情啊 它有意志 是吧 所以 其实这个呢也是 这个叫做 具有隐形人格的这样一个神 是吧 就是说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 其实各个文明都在发展出那种神的概念 只是有一些神的概念呢 在我们看来 它更为抽象 尤其像这个儒家道家的 这个天道概念 它没有那个直观概念 它不像这个一神教 它有直观的那个概念 就是直观那种形象 它就没有 所以呢 就这个 摸上来讲 我觉得 这个 所谓儒家和道家呢 它就不如西方宗教那么成功 大家能看到 它不如像西方宗教那么成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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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它的一个弱点 但是并不是 不见得是它的缺点 这个是很难说的 但是这里只是讲 那么 这个 这个 人类发展过程中 其实它是逐渐形成这个概念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大家其实在发展过程中都知道 就是说 其实确实有超出我们 这个理解力之外的一些东西 是吧 这个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我把 叫做 天也好 叫做神也好 那么 这个 在进一步理解这个 这个 天道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这个 我讲讲这个自然神论 就是 自然神论呢 是基督教发展出来的 这样一个 一种思想 这是从基督教的 那么 它的这个出现的是近代出现的 那么 主要在英国 那么最重要的是因为 近代的 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成功 是吧 比如像 牛顿呢 建立的这套 这个宇宙体系 开伯特发现的这个 新旧运行的这种规则呀 那么它 它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上帝了 就是说 这个上帝呢 它是设立规则的那个神 是吧 它是这样一个 是吧 那么所以呢 它就去想这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宣誓论它就 它就 对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 它就想 大概就两条 特别简单的 一条就是上帝 设立了宇宙规则 然后就睡觉去了 这都不管了 第二呢 通过讲诚维护规则 是吧 比如你不吃饭就饿了 是吧 这个没有上帝来过 反正你不吃饭就饿了 是吧 你要困了你就睡 等等 是吧 你要是 去伤害别人 那么别人便要报复你 等等 是吧 这其实都是自动的讲诚规则 你要勤奋 是吧 你要是智慧 你可能能在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回报 是吧 这些都是规则 而这个规则 你是在这个规则下去行动 那么你的行动对还是不对 是有一套讲诚制度 自动来讲诚你 那么反过来 来约束你的行为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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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